其實月餅很多都做的蠻大一格 它就隨便一格就幾乎跟便當一樣做了 一大盒裡面就只有兩顆 所以盡量選擇這種尺寸越小越好 中秋節快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月餅啦 那其實月餅大家應該都知道熱量很高 事實上也沒錯 感覺就是你也想吃說粉絲不能吃的東西啊 沒錯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要過節 怎麼可以叫你說不吃就不吃呢 雖然平常我都是按照推薦不推薦 或者是還可以來分類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月餅 過節嘛 過節 不是什麼非常健康的東西 就是吃開心的嘛 所以我等等就直接按照熱量的排行來跟大家介紹喔 熱量最高第一名 廣式月餅 常見熱量大概是從 490甚至到650大卡都有 熱量都很驚人 它的外皮呢算軟軟的 因為一般來講常見油膩 吃起來可能酥酥脆脆有層次 但它不一樣 它吃起來軟 但是它也蠻油的 比較可怕的部分是在它的內餡 其實內餡基本上滿滿都是豆沙 豆沙就是蛋白質不是嗎 No 豆製品其實是澱粉類 然後是豆類 除了黃豆以外 基本上都是澱粉類 這樣小小一個啊 它的油脂啊 佔它這個重量的比例就已經有30%左右了 有些會做比較奢華 因為包鹹蛋黃 那一種的話呢 其實一顆鹹蛋黃的熱量就已經有65大卡 因為鹹蛋黃脂肪還要蠻高的 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得要選廣室月餅 當作送禮的禮物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比較健康的配料 像是裡面是包堅果果乾的 或是包麻糬類的 它其實是會比起薄肉啊 或是只有純豆沙 熱量來的低很多喔 第二名 台式月餅 昏的這款是薄肉 大概是400多元大卡 這一類台式月餅啊 它的特色就是 為什麼會一層一層呢 就是一層水面 然後一層油皮 這樣層層疊疊疊 然後最後滾開再把那些包進去 越酥啊 層次越分泌的 通常也可能會有 對 沒錯 那如果我今天是這種像是 連鎖墊那種比較精緻的話 做小一點它 它上一顆啊也有360大卡喔 所以要特別小心 蛋黃酥 不要看它這麼小一顆 這樣也有363大卡 第一碗發的量還要高 蛋黃酥呢 能量高於是因為它裡面通常會包整顆蛋黃嘛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65卡鹹蛋黃 對 沒錯 這也是為什麼要小小一顆 熱量也很高 所以一定要特別小心喔 綠豆泡 綠豆泡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原味裡面就是純綠豆沙的 然後另外一種呢就是裡面有包乳肉的 原味的啊大概大概是330大卡 那有包乳肉大約是多一點點350大卡 那種豆沙很鬆的也要特別注意 它也是透過油加很多讓它去炒鬆 吃起來才有那種化開的感覺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這種餅啊 用那種店家自己炒的乳肉以外 還會用肉鬆 肉鬆其實含量比較低 那相對來講它們同重量之下呢 它肉鬆的熱量一定會比較高的 芋頭酥 芋頭酥應該就是台式月餅類 熱量最低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分量比較小 尺寸比這個蛋黃酥都還要來的small 所以呢它原味的一顆大約是177大卡 如果你今天想要再吃熱量更低的 你可以選擇裡面加麻醋的 因為麻醋整體來講 熱量還是比豆沙餡或是澱粉類的餡 來的低一些喔 豬餅類 它的做法通常是酥油的麵粉 大概1比1的比例 再加一些奶粉或是起司粉跟糖去調味它 就是屬於偏油的那種製作方式 它的鳳梨餡啊 比起你一般豆沙餡啊 熱量還來的低一些 畢竟鳳梨的本質它是水果 並不是澱粉類嘛 整體來講它的熱量會比較低一些 台灣的鳳梨酥啊 只有很多種改版 這三種應該就是目前的經典款吧 最早前的鳳梨酥 其實它不是純鳳梨酥的 它是有加冬瓜 後來呢出現了那種 加了鹹蛋黃的 這個只有加一點點墨而已 所以它佔一顆 熱量大概是190大卡 跟一般傳統的鳳梨酥 大概是170大卡來講 可能再多一些 最後一個是冰心月餅 根本真的買幾瓶錢啊 冰心月餅它佔一顆啊 熱量才120大卡 比剛剛檯面是用任何一顆 我只有人家一半耶 通常冰心它外面是用冰皮 就是那種常見的大土皮 它這一款啊 是芒果口味 它裡面還有放一些水果果粒 只要水果比例高一點嘛 熱量通常就會再比較低嘛 一定水果本身熱量就不高 最後來跟大家重整一下 吃月餅的時候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呢 就是要選擇小分量 或是與朋友分享 其實月餅啊 很多都做的蠻大一格 它就隨便一個 就幾乎跟一個便當一樣做了 大盒子就只有兩顆 所以盡量選擇這種 尺寸越小的越好 那如果這麼大顆的話 記得至少要切四分之一 跟朋友一起分享快樂 分享熱量喔 第二點呢 查看營養標示 不論是老子啊 或者是一些連鎖餅店啊 都還是有要求要做營養標示啊 建議你最多一顆月餅啊 盡量挑250大卡一下 大於250大卡你就要想一下 選擇成分上面 也可以盡量選擇一些 比較天然的配料 像堅果啊 果乾類啊 或是麻醋的量比較低嘛 盡量避開一些像是肉鬆啊 或者是鹹蛋黃的 可以注意就是 油脂跟精緻糖量 盡量選擇 越低的越好喔 最後一點 搭配無糖的茶水啦 畢竟月餅已經這麼甜了 像一顆可能就25克精緻糖 其實你已經把你喝 鹹糖的醫療的扣打吃掉了 建議你吃月餅的時候呢 搭配一些無糖的茶 其實月餅真的很甜耶 你根本沒辦法 獨立完成 然後還不配無糖茶 可是有些人還要真的配一些 油奶什麼的 就覺得幸福想像 但建議大家不要啊 因為他熱壓已經很高了 以上就今天跟大家介紹 中秋節要怎麼挑月餅 跟怎麼樣吃 才可以更沒有負擔 一定佳節到了 還是得吃一些開心的食物嘛 大家可以透過今天的影片啊 知道中秋節怎麼樣 比較不會變得太胖 嗎 be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